今天是2020年 11月2号 星期一早才上班了 你看 都下雪了 昨天前天这个满树的树枝 再摞椅 像雨一样摞的树椅 感觉不大真实 只是把相机放在窗台上 露了很长一段时间 摞椅子 摞椅如雨 没有想到树叶是 一下子就摞光了 我以为是慢慢来的 大开是昨晚很冷 结霜了 早晨起来太阳一晒 所以就纷纷掉落 都说秋叶景美 其实它飘起来的这个样子 真是非常非常的 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跑起来跑后 用了很久 真的是很壮观 对 看开这山树叶子 摞椅子 摞上三只影子 一副就是一片的功夫 樓原 去看一下 樓原也有一颗大树 长得非常强壮 颜色都还没有变 所以也是纷纷飘了 记得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 也成熟窗前的雨滴 也成熟门前的楼椅 有点违背啊 虽然纸皮炭 其实有这么漂亮的树叶 中海市有一家一家 这些地方 我与树叶难受 来源于撑破 回忆场 其实人也是一只 什么也需要装住纸袋的 这不错 我们把纸纸飞 一天都选好了 上班 上班